Drop it 今天叫老铁穿吧 在阿罕默 在640 West Valley Blower 是在歪里和七街交界的位置 华人区这边大家来都离得挺近的 每天就开到晚上两点 对 开到凌晨两点 这边吃串 喝酒 然后周末还有主唱歌手都听 你想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都广叫六个 为什么叫六个 因为我在我人生当中 经历过很多事情都是和六有关的 我本人的生日也和六有关 1986年6月26日 然后所有的证件号码 基本都和六有关 所以说大家广叫六个 能说一下你的背景之类的吗 我是09年来美国留学 然后在美国毕业之后 然后开始和大家一样 开始打工 打工之后创业 创业 那你能说一下 就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 让你从打工转变成创业的思维 因为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对 很不一样的 因为打工的时候 大家很简单 打工的时候都是为了 维持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最后会想到 创业才有机会去 让你达到你更想要的生活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创业 我大概在差不多三年四年之前 那你第一个创业的项目就是现在这个吗 没有没有 第一个创业的项目就是很简单 做一些代购 然后从代购转为一个类似国际贸易的一个东西 就是从一个小的代购变为一个大的批量的代购 然后中间有遇到什么事情呢 中间有啊 因为当时代购我们代购 毕竟是处于一个稍微灰色的阶段 有涉及到关于关税的问题 然后我当时也有过 一大批货被海关扣啊 然后类似这些的也有很多损失 当时你的团队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的团队差不多一共有20人左右 那在之后是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在之后在差不多三年半到四年之前 代购的行业集中时代太大了 然后利润压得太低了 然后我就想做一个实体的动作 做一个实体店 然后正好我家里面是做家具行业的 然后我就把中国家具进到美国 然后来做销售 所以是自己开店吗 对自己开店 那个项目就家具那个项目是做了多久的 家具那个项目大概前前后后做了有一年到一年吧 也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中府有遇到什么事情吗 中府有遇到很多事情 从最开始的资金投入就很大 然后从什么都不懂 然后一个店装修 然后再到家具 从中国运进来 还有一些清关的很多麻烦的手续 然后还要自己租仓库 还要自己雇人工 就是完全在一个从来没做过生意的人 然后去做一个实体的生意真的挺难的 然后那时候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团队这样吗 没有那时候没有自己的团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一开始你做那个代购的项目 然后到之后转成做家具 那中间你是怎么去和团队说你这个决定的 没有 之前做代购我就最后不做的时候 我就交给其他人了 我说你们想做你们继续做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已经没有很赚钱了 但是维持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就交给其他人去做 有留下了 大家有留下差不多之后有留下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他们留下 然后再之后他们也都解散了 没办法 然后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做了家具那个项目 然后再之后呢 再之后 因为家具这个项目当时我是赔了很多钱 大概有六十几万美金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国内进来的家具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很有用家具 然后美国这边的市场不是很接受 当时资金真的每个月资金很紧张 我可能这个月不是这个月赚钱 这个月卖货的钱 刚刚够下一个月的所有的房租人工的开销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挺难 没有钱的时候有货从排运过来 四个集装箱 我可能只有雇两个人的钱 然后我和两个装贴工人 从差不多早上八点一直要卸货到晚上八点 然后晚上八点之后他们下班走了 我自己在仓库要干到下午 两点左右 不是 凌晨两点 然后创业的时候也 我也去考虑什么时间什么的 因为整个生活就是创业上面 对 那之后是什么样的事情 令你觉得你要开始下个项目呢 是我觉得中间我有一小段空挡 其实差不多不到半年四五个月了 然后我就也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突然觉得说的大部分来美国的移民都是从餐馆做起来 我就觉得餐馆的项目还是一个比较好做的项目 因为大家都离不开吃嘛 只要你吃的东西 特别洛杉矶是吧 对只要吃的东西做好了你的客流量还是应该能够的 毕竟它是一个必需品 人每天可能去一家买一些家具去任何大商场去买一些你生活用品 但是吃饭是离不开 频率比较多 对对对对 其实你跳跃还蛮大 就一开始从代购然后到家具然后到餐饮 那你是怎么样去适应这些软便的呢 其实每做一个行业都是有一定的相关联的东西 因为像做代购你要最后你要知道海关的新光包税啊 整个客户沟通也是一个卖东西的一个项目 然后家具也是同样一个卖东西的 只不过代购是你出口家具是你进口 然后开餐馆 因为我当时家具店装修 当时那段时间应该一个家具店的装修花了挺多钱的 就是经验不是很多 后期我餐馆装修住运用了之前家具店装修的经验 省了真的是省了很多钱的时间 所以每一项都是有波联的 每一个生意都是有波联的 那你能说一下就是你从做家具然后到餐饮 就中间这些就开始你怎么就开始 因为真的挺不一样的 真的挺不一样的 因为就直接说做餐馆 做餐馆是当时有这个想法 然后就去看哪个项目 洛杉矶学哪个项目 然后我就发现做烧烤烤串的这个项目可能竞争不是很大 然后还比较适合年轻人 然后我就开始去学习如何去做好这个烧烤 然后学习了之后自己也在家试验了一段时间 然后觉得 你觉得怎么去学习呢 通过网上资料看国内怎么样的学习 就是怎么样的去做配方啊 怎么样的去操作不能如常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没问题了 然后就以试试看的态度 我就开始去洛杉矶找店 因为要买一个现场的店 因为不买现场的店 现在在洛杉矶你租一个店铺 然后再去装修 装修的价格真的比买一个店要贵很多 因为现在随便一个空产馆 差不多1500尺到2000尺的产馆 你装修完全一个空的仿路装修 价格应该不会低于40万到50万 但是买一个店 可能差不多十几万 二十万就够了 然后你花很少的钱去装修 这样会节约成本 第二个你会很快的去运作起来 因为在美国装修之后 还要政府审查 卫生局审查 消防审查 这个这段时间 可能差不多 从十个月到一年多 多吃成本 特别租的话就 扔钱进去 扔钱进去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就找了一个 真的比较心仪的店 在的地理位置还挺好 然后我就去和对方老板去谈 我说这个店卖给我 然后以什么样的价格 讨价恒价 然后以整个方式交易 因为交易这个产馆的时候 我也考虑到 要节约自己最少的成本来 因为你这店可能刚买过来 什么都不懂 然后再去装修它 可能花的时间要更长 你多花一个月的时间 就要多花出来 差不多大几千块的房租 然后我就和对方老板他 我说 我看好你的店了 但是我还需要一段时间 去准备我们 接手之后的一些工作 我说能不能过一个月之后 再把这个店交给我 他说可以没问题 然后就在这一个月期间 就是在去年的12月份 到今年的1月初 我就开始准备各种各样的材料 装修材料 后熟用的东西 然后包括调味料 做一些专门烤串用的母骨枕 然后都很多我准备好了 他1月1号交给我的店 我在1月19号就开业了 因为那段时间有流感 我有两个partner 他们有发烧感冒 不然其实17天就可以演员 正常来说真的是非常快的 因为我真的 对没有人能达到这个速度 我觉得你以后可以考虑 就是做一个创业的顾问 然后教大家怎么短期内 可以把店给开启 对也可以 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朋友 在其他州的想做类似的东西 有跟我说的 然后把我今天告诉他 因为毕竟不在一起 大家没有紧张 你是第一眼就看到你现在这个店吗 还是你也有就逛过 很多家 我有逛过 我有逛过很多家 然后去参考每一家的地理位置 每一家现在做的什么 以后是否是何 因为找一家店不能看面积太大的 你可能想直接一次做大了 然后就生意会特别好 或者会怎么样 我当时就没有想找一个特别大的 因为毕竟没做过 怕你自己控制不了 hold不住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就是看了大概多少家才看到 差不多有五家左右 五家 对 然后就只有这一家就是有心动的感觉吗 对 这一家就是有心动的感觉 因为进去之后就感觉 看起来比较舒服 就以后我回头我再去做我的改动也比较好改 就是因为我要的东西它里面基本都有 就装修那方面不是要做太大的改动 因为它本身有一个吧台 然后它有一个专门酒柜是放那些扎皮的 这两样东西可能差不多就要省 差不多三万块应该有 然后它本身有酒排啊 还有菜库啊 还有后厨 我要的东西基本都有 所以说你找一家适合你继续经营的店 就适合你这样的店 一定要找看看起来就是店里面很多东西是你未来需要购买的 这样会省很多钱 那就是之后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申请这些牌照吗 之后有一些要申请 但大部分都是转换 Transfer Transfer会坏很多 就比如说 比如说酒排酒排是最麻烦的一个东西 在美国在尤其在加州申请酒排是最麻烦的 正常申请一个酒排 现在在洛杉矶差不多要10个月到12个月 就是这个店你开了 真的没有一个酒排的话 你要重新申请的话 你可能之前就会损失很大一匹客人 但是你穿什么酒排的话 你马上就可以不用 但是这个酒排人也是很难 他会查你个人的背景 查你银行账户 查你身 也不能说查身边人 如果你结婚的话还会查你配偶 查配偶 所有人不能有任何饭地记录 不能有任何酒价 不能有任何关于形式方面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 也是没办法 Transfer也要查这些 那 好那你接手了这家店之后 就开始营业的那段时间 你遇到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吗 有啊 刚开始营业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都是靠朋友帮着宣传 发朋友圈啊 然后在群里面转发 然后最开始前几天还有一些朋友 是真的过来捧场的 但是中间肯定有空档期 因为这些朋友不能每天都来 然后中间有一段空档期 差不多每天生意都不是很好 晚上基本店里都是空的 那段时间真的心里是 心里没底了 是 心里没底了 觉得每天费用不够 不够 不够cover 对 不够cover 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去 去别人家看 我去别人家看 看别人家生意怎么样 然后我发现那段时间真的 应该是个淡季 别人家也不咋地 对 别人家也不怎么样 然后是个淡季 然后心里面可能有一点安慰 然后回头生意就是 慢慢越滚越好 越滚越好 好像就是突然间 那么一个星期就特别好 然后之后就开始火了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就你有做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还是它就自然就 它是一个自然的 但是是 应该是当时我想象 在我开这家店的时候 有想象的到的 因为我后来我的一些前台的服务员的小女生有问我 六哥你有没有想过这家店最开始你开 然后到现在生意特别好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法 或者特别激动 或者意料之外的想法 我说没有 就是现在这样是我 都在我掌控之中 没有 都在掌控之中是我当时想到的 那你刚刚有提到前台小姑娘之类的 那你请人的时候有没有说特别看出一些什么点 或者就特别怎么选人 因为选人也很重要 对选人很重要 当时去请员工 因为也分前台和后厨 我最开始招的后厨了 后厨的最开始要自己干 因为很多东西是我自己学的 然后其他后厨的人进来之后 我只能是慢慢的交给他们 但他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能接受 就是最开始慢慢的交 你不能马上去找一个可能在这边做餐馆做很久的 他可能进来之后告诉你 这份不能这么多 那份不能这么做 反而是他教你可能是改变了你 本身的一些后厨做菜的规则之类的和程序 然后我就开始找年轻人也是比较心事了 然后由我来就去教他们这 应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还比较听话 这就是后厨最开始的 然后前台的我就一定要找有经验 因为前台的经验 因为前面做服务员 像我之前自己没有做过餐馆的服务员 我不是很懂的 然后包括电脑操作 我都是最后两三天刚学的 我自己都不是很懂 然后一定要找特别懂的 然后我在招聘的时候 就开始招有经验的 至少有半年以上做餐馆前台服务员经验的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的就是 因为我想到了 以后来的客人都是年轻人 来的喝酒的人比较多 年轻人喝酒的女生 站的肯定不是很多 所以说我大部分应该70% 应该全是男性的客人 过来喜欢喝酒 然后我肯定要 服务员肯定要找女生来 因为男 对 然后女生第一个是要有经验 第二个要长得还要 长得好看 对长得一定要好看 你就直说吧 对 对对对 难找吗 就招聘这个过程 我最开始也挺难找的 嗯 因为我我用19天开业 对啊 19天开业 全部挤在这19天里面吗 这些事情 所有的事情 我的天 所有的事情 你是怎么办到的 不是 这个事情 我们好想像 怎么办 在这 bild 那就能做的 认识 那么 看看 可悦 EPA 黑